自古以来,灵媒比比皆是,灵异事件陈出不穷,极具创业,HK026带你进入神秘的科学领域 大家好,我是阿Kym,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香港026,B4学第十一集 这一集我想讲讲是思变的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一些尸体床尸间里面出一些异常的反应 对很多人来说都觉得是思变,或者是很恐怖的东西 但今天我想从科学角度去解释一下 第一件事,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什么开了棺材 那块棺材有时开了它,就会冒出一个很大的气体,白色的气体 其实,这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灵魂跑了出来,鬼气,妖气冲了出来 或者是什么山精妖美,而纯粹是一道沼气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当棺材有时蓋得太久的时候 就算有时起了腹骨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开了棺材的那个盖 都会有一些气体会流出来,有时是呈现这些气体有形的走出来 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状 在物理床里面是可以解释得到的 第二件事,很多时候人们就说,在他们在停尸间里面 或者将那个尸体在这份解剖之前 都会发现那些手手脚是会动的 那其实,如果那个尸体一个人已经过世了 证实了已经是死亡的了,OK? 那么他的尸体放在这段时间里面,依然会有些手脚脚不动呢? 其实这个纯粹是因为,他身体里面,大家要知道 我们有大部分主要是水,血,是液体来的 当这些水份流失的时候,水退的时候 那时候会凌晨,手脚是会动的 这种现象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物理现象 绝对不是说那些先人听到什么话 而令到那个手手脚脚会有什么回应 这个当然绝对不是了 只是他出现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究竟是在影房里面,还是在其他时间出现的? 或者是晚上,或者是在影房里面 除此之外,还想说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说,会流出这些血 那些血是绿色的血 这件事我更加想说 为什么会流出绿色的血呢?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人的血 根本上现在是红色的 多久一点,其实会发指的 如果是出现绿色的血,除了一般来说是中毒 或者有化学的成分之外 还有一种原因主要是缺乏氧气 那他缺乏了氧气之后 他也会有机会形成了那种血的颜色 会有不同的深浅度 那今集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B科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